美美领空最近频频出现不明飞行物体 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天证实 美军在密歇根州修伦湖上的上空 击落了一个八角形的物体 军方评估后认为有关物体不构成军事威胁 但可能干扰空中交通 不排除友人在进行监视活动 官方目前还在鉴定物体的性质 和飞行目的 美国领空最近接连出现不明飞行物 华府直接点名北京 透过间谍气球收集情报 中美关系急剧升温 就在两国争论不休之际 美军在我国时间13号凌晨3点42分 遵照总统拜登的指令 在美国和加拿大边境 位于密歇根修伦湖的国防空域 击落一个八角形的不明物体 五角大楼表示 虽然有关物体没有构成军事威胁 但在6100米高空飞行时 可能会干扰空中交通 评估也认为存在监视能力 一切还有待分析和鉴定 这些最新写的物体 但是他们发现了尽量的尽量 这已经是美军这个月在北美领空击落的第四个 不明飞行物 美国官员确认第一个在2月4号发现的物体是中国的监视气球 至于最新击落的八角形物体 当局不排除这些物体来源的任何可能性 包括可能来自外星或地外文明 除了美国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宣布 军方在11号击落一个圆柱形的不明飞行物 目前还在进行物体残骸的回收和分析工作 希望搜索更多相关细节 马新车电视综合报道